台灣有不少動力飛行傘的玩家 但是今天上午 近來有一名玩家在中山高彰化交流道上空 盤旋了半小時左右 遭到警方盤查 因為依照民航法 如果不是在合法的空域飛行 可是會被開罰漏到30萬 交流道上空竟然出現動力飛行傘 讓附近民眾嘖嘖稱奇 中山高彰化交流道上空6號出現一架動力飛行傘在天空盤旋 但根據民航法規定 動力飛行傘玩家必須取得證照 而且得在合法空域飛行 否則民航局依法可以開罰至少6到30萬元 目擊者指出6號早上8點多 中山高彰化交流道旁的空地上 一名男子停車後拿出輕航機準備起飛 接著在200多公尺的高空盤旋了半小時 目擊者原本以為正式特技表演 沒想到男子在準備降落時 卻有警方在原地等候上前盤差 8點30分左右 民眾發現在中山高彰化交流道附近 有輕型載具在天空盤旋 那就打一點報案 本手同仁獲報之後 就分批到高速公路兩側去搜尋 那結果剛好在交到附近的一個空地 發現這個呈現民眾 警方表示男子有多次違規紀錄 如果經過確認再次違反民航法 恐怕得吃上6到30萬元罰款 聯合報告宣文 中華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